女兒很喜歡吃蝦 但就是不喜歡剝蝦 今天就分享一個超級好吃的 偶片釀蝦滑 舌身淡淡肉鮮甜又滿足 營養均衡又好吃 重點是做法簡單 一看就吃 有客人來吃飯 做蝦碟也很有臉 新鮮蓮藕切成薄片 用鹽水浸半小時 這樣摺起來就不會斷 趁鹽水我們準備蝦滑 這蝦滑含8-95 蝦肉 舌身爽口又彈牙 還可以看到有整顆蝦人 急著吃飯沒有時間剝蝦人打蝦滑就適合 小盒獨立包裝想吃就吃非常方便 它就已經調好味 再加點女兒喜歡吃的胡蘿蔔粒 和粟米粒混合 有條件再加點麻油就更加香 浸過的蓮藕片就會變軟 但吃起來很爽口 將調好的蝦滑餡夾在中間就完成 想吃起來更加飽味香口 就可以用煲仔來焗 找個不懂煲仔電力薑片 將釀好的蓮藕蝦滑鋪上去 淋兩圈油開大火焗3分鐘 再用一點生粉和蠔油調輕一點的蝦汁 焗3分鐘後開蓋已經超級香 體身已經非常有食慾 將調好的蝦汁淋上去 繼續蓋蓋用中細鍋焗8分鐘就可以熟透 咳咳聲收汁後 灑一炸迷人蔥花就大功告成 口感嬌痰不會散的蝦滑 讓蓮藕就是成功的 體身紅薄薄飽滿又英俊 雅女早已經逼不及待 淡淡都吃到蝦肉真的非常滿足 汁水夠多又可以吃到蓮藕的清甜 家裡的小朋友如果喜歡吃蝦 記得嘗試煮 保證吃過蝦汁味 我是小喵爸爸 記得準時吃蝦點火炸